从真实的故事 找到理想的自己 你好,我是郝广钗 欢迎你来到世纪今日 爱情太短,遗忘太长 有多长? 最长的痛苦 不是你多久忘掉失去 而是在深爱一个人的过程中 失去自我 忘记了自己也是特别的 就你为了特别的爱 失去了自己 忘记了珍惜自己 1893年1月18日 音乐怪节萨提 遇见了女画家舒桑瓦拉东 瓦拉东长什么样子 印象派大师雷诺瓦有一个作品 叫不及佛之舞 就是她跳舞的女生 画的就是她 很漂亮,她是当时的大美女 现在看也是美女 瓦拉东从萨提的眼睛 看见星星 萨提从瓦拉东的眼睛 看见了整个星空 萨提当天就求婚了 瓦拉东没有答应 可是第二天 两个人搬到塞纳河畔 同一栋公寓当邻居 就陷入热烈 萨提为她写曲 瓦拉东为她画像 五个月以后 瓦拉东离开了 星星走了 只留下黑夜 萨提因此写出了史上最怪异的曲子 曲名叫苦恼 很苦恼 因为爱人走了 哪里怪呢 她同样一段音乐 连续重复840次 整个曲子 弹完要20个小时 你看她是不是真的太苦恼 那她不苦恼的时候 写的音乐也这么怪吗 是的 我们有听过吗 萨提的音乐 有 你只要看电影 一定有听过 超过100部电影 许许多多广告片 都用她的音乐来当配乐 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你听的是萨提 为什么流传这么广 知道的人这么少呢 萨提1866年 出生在法国的诺曼地 她的爸爸是海关的官员 妈妈来自苏格兰 她四岁的时候 加班到巴黎 六岁的时候妈妈过世了 她和弟弟 回到诺曼地的祖父母家 祖母死以后 才又回到巴黎 这个时候她爸爸再娶 年轻的祭母 只比萨提大概大十岁 萨提的音乐知识 都是她这个祭母 给她打下的基础 她还安排萨提 进入巴黎的音乐学院 可是呢 学院里的老师 嫌萨提怎样 没有天分 说这小孩没有天才 退学 两年以后 她又复学 复学以后呢 一样遭到老师的冷言冷语 一气之下呢 她跑去从军 军队就让她更窒息 本来以为军队 可以发挥她才干 没有到军队 这种自私的 这个规矩 让她更痛苦 她怎么办呢 她就故意冬天 不穿衣服 光着身子 在寒风中 让自己生病 就可以退伍了 然后她回到爸爸身边 三个月以后呢 她决定离开家庭 就是自己独立 21岁呢 她搬到了蒙马特区 就是巴黎那个 有白教堂的那一区 在黑猫俱乐部弹琴 这里是文学家 艺术家 这个聚集的地方 那她的工作呢 就是大家喝酒聊天的时候 她要在旁边呢 弹背景音乐 制造良好的气氛 所以她创作的 这个曲子呢 都是一段一段独立的 就是给大家聊天用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萨提呢 最常被听到的 裸体歌舞 你只要听到这个旋律 就会想起来 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 以后你就会知道 这是萨提 那也是萨提 那也是萨提 我们先来听听 她的灵感是来自古希腊 陶冠上面呢 那个战士裸体 歌舞祭神的图案 萨提呢 她等于脱离了音乐 惯用的调性 追求什么 非常简洁跟纯粹 就是毫不装饰 素颜啊 所以她发展出独特的风格 她的理论是什么 就是音乐要越简单越好 不要卖弄技巧 而且不要空有形式 好像写八股文 你空有一个形式 没有内容不好 跟她同一个学校的天才呢 是Debusy 另外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 就劝她说呢 你要注意格式啊 你不能写这种 没有格式的音乐 因为你没有格式 没有办法开音乐会 也没办法出版 作品卖不掉 这好像什么 你拍电影 习惯在电影院是120分钟 两个钟头 如果现在你拍17分钟 37分钟 57分钟 这电影院就没法上了 你一定要在两个钟头左右 太长也不行 太短也不行 现在有Netflix就不一样了 几分钟都可以 可是以前 在电影院就要两个钟头 那电视呢 你就是拍一个钟头 里面要把广告切掉 可能44分钟 如果半个钟头的 你就是拍22分钟 中间要插广告的 Debusy呢 认为呢 Saty是天才 那Saty也知道 Debusy跟他讲这个呢 是为他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 在固定的轨道跑 他不想坐火车 他想要飞 可是你会飞 你是鸟 你会飞 也受限于什么 天空 所以呢 他因为 做的不是形式上的音乐呢 所以他很穷 可是他很清楚自己的追求 所以他忍受贫穷 所以大家都笑他说呢 他是音乐的叛逆分子 当然这个笑不是嘲笑 是有点开玩笑 所以他是叛逆分子 所以他看起来呢 很孤独 也带一点哀愁 他在黑猫俱乐部 遇见了瓦拉东 瓦拉东是什么 一个男权主义下的叛逆分子 也是很叛逆 他是单亲妈妈带着小孩 那个时代 单亲妈妈带小孩不容易 他一面做画家 尤其女生 还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跟艺术 这就更难了 他一面做画家 一面当模特 他像美丽的蝴蝶 周旋在各大艺术家之间 就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也跟每个人调情 结果他看到萨提以后呢 他疯狂爱上萨提的独特 可是烈火烧起来呢 火虽然烈也烧得很快 1月18号点燃 6月20号就熄灭了 是瓦拉东说要分手的 而且他的新欢 是萨提的好朋友 新欢是旧爱的好朋友 是一个证券经理人 双方还讲好要结婚 怎样很厉害吧 很强这个女生非常强 在黑猫俱乐部里出路的人 都是什么 大艺术家像比卡索家 或大诗人 像阿波利奈尔 他那里没有善男性女 就是没有普通男女 那瓦拉东呢 是萨提的初恋 萨提一生呢 只失恋过一次 因为他只恋爱过这一次 难怪他这么苦恼了 所以失恋就让他进入一个 他自己说 像一种冰冻的孤极 孤极充斥着空无一物的脑袋 和悲哀的心 就他的心跟脑全部解冻 他把痛苦的力量 转移到创作上 化悲愤为力量 写出了弹奏同一个片段 840次的曲子 就是苦恼 而且还标记 说你现在要在安静的环境里 一动不动的练习 就你练习的时候要安静 而且不可以乱动 身体不要动 只有手指动而已 其实萨体是要打破什么传统 他的音乐 就是原来音乐的调性跟规则 他想要打破 好像传统是画油画 水彩画或粉彩画 这都分开了 他要混在一起 做复合媒材 像他又把那个拍号 调号 小节号全部拿掉 他曲子非常简单 但很大胆 很像什么 写文章不分段 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文字一路连到底 通常乐谱会有固定的演奏术语 好像呢 Counti Bell 这就是如歌 好像在唱歌一样 或者是Counti Bell 这是什么 就是要充满活力 就是你演奏的时候要充满活力 或者Animata 就是要很蓬勃 Animata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动画 Animation 就是要生动 可是他写的术语呢 都跟传统不一样 比如说他会写什么 很妙的 非常土耳其 或者是留一滴血 官僚主义的小奏鸣曲 还有更怪的呢 有给狗听的软啪啪的前奏曲 干枯的胚胎 像牙疼的夜音 你看他都写这种很奇怪的筑记 可是搞不好是很真实的 所以他的曲子就越做越短 那你弹他的音乐呢 不需要高超的技巧 但是呢会弹不顺 因为呢 他会有预想不到的和声 就你想不到 居然这里是这样和弦 所以要花时间练 自己的笔记呢要很多 你自己要记 他习惯没有标点符号嘛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乐句会超过八小节 所以你要控制顺畅是大挑战 就好像我现在念 完全没有标点 一路念下来 不容易 你自己要知道在哪里标点 好像古代 我们的书没有标点符号的时候 看起来不容易 你自己要在旁边 点一下点一下 来做记号 这很像海明威说的 就是冰山漏在水面 只有八分之一 八分之七呢 是在看不见的水面下 他创作是这样 生活也像一座移动的冰山 他曾经写音乐家的一天应该怎么过 这是我日常作息的确切时间 很准的 起床 七点十八分 寻找灵感 十点二十三分 到十一点四十七分 十二点十一分吃午餐 十二点十四分 离开餐桌 在公园的深处呢 健康的骑马 从一点十九分 骑到两点五十三分 然后呢 再次寻找灵感 从三点十二分呢 到四点零七分 就是他把每一个活动 写得很仔细 几点到几点 比如说 建树 沉思 一动不动 拜访朋友冥想 训练灵敏度 游泳 那晚上呢 七点十六分上桌 七点二十分吃完 大声的阅读交响乐 那通常是在 十点三十七分呢 就上床 每一周呢 每个礼拜二呢 三点十九分呢 从床上弹起来 那我只吃白色的食物 比如蛋啊 砂糖 椰子 这都白的嘛 鸡胸肉 清水煮的 水果的白霉 哎哟 就水果上发霉 那白色 或者是白色的米饭 无清 泡过脏脑的香肠 你说这怎么吃啊 没有 他在开玩笑 就是吃面条 白色的起司 他还说 他喝红酒都要煮开 放凉以后呢 搭配呢 吊中花枝叶呢 喝下去 胃口很好 但是我吃饭 从不讲话 避免被噎死 我会仔细的呼吸 很少跳舞 走路的时候 会扶着肋骨 定睛 看着前方 我不苟言笑 假使我笑 绝非假装 我总会呢 为此呢 和蔼的向别人道歉 我睡觉的时候 只闭一只眼 但我睡得很沉 床是圆的 上面有个洞 用来放我的头 每个钟头呢 有仆人来帮我量体温 再告诉我下一个温度 那长期呢 订阅时尚杂志 戴白色的帽子 穿白袜 白外套 我的医生呢 总叫我呢 抽烟 他都会在给建议以后 补充说 抽吧 我的朋友 你不抽烟 也会有人抽的 他这个八分之一 是在讲他的表面严谨 八分之七呢 是在底下反凤 就是 诶 讽刺啊 不是他真的这样干 但其实他生活 真的很规律 有些只是开玩笑 但他确实把力量呢 全部用在创作上 真实的生活 非常单一 他连呢 穿衣服都避免浪费脑力 所以呢 他一次买了一堆一模一样 灰蓝色天鹅绒的外套 穿旧一件换一件 每天呢 一成不变的绅士打扮 所以邻居看到他 都笑说 哇 天鹅绒先生来了 他说自己呢 太早出生于这个世界 生在一个成就的时代 现在有谁像这样 贾伯斯 他一次买一百件 一身迷迷的这个T恤 每天穿牛仔裤跟T恤 一样颜色哦 穿完就换一件 穿完就换一件 就想都不要想 因为呢 他的脑要用来呢 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知道啊 你决定小事跟决定大事 画的脑力是一样的 所以妙就妙在这里 你看萨铁也妙 所以呢 当Dabusee呢 劝他说你要在意形势啊 你这样才能出版 才能开音乐会 他写了三首梨形小品 梨子形的小品 来回应 为什么呢 因为梨子呢 在法文的口语 是有撒旦的意思 就是说 就是 我写三个撒旦小曲 来回应你 他写这首曲子的时候 发现 哎哟 Dabusee讲的对 他真的有一点不够 所以他39岁 又回到音乐学院 42岁拿到文凭 他真的学会了整个形式 可是他一直 还是不能这样写 1917年呢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音乐可以像家具 就是像椅子或沙发或桌子 橱柜 自在地搭配 可以轻松地摆饰 就像家里的家具 你是可以轻松地摆饰 你为的是让用的人可以舒服 你不需要拘泥行事啊 所以他特别做了五首 家具音乐 你听起来是不是感觉他很怪 当时人听起来就更怪 以为他是为了搞怪而搞怪 可是你想想看 等电唱机收音机 这种家庭电器发明以后 是不是都是从电唱机收音机里面 把音乐播出来 是不是等于是家具啊 那我们现在把各种音乐 混装在我们的手机里 在当年呢 想出这种概念 当时的人是不是感觉很怪 你现在感觉怪了 所以家具音乐这个概念 可能是先见之明哦 可是他为了独特 就付出了孤独的代价了 没有朋友去过他家 一直到他1925年去世以后 朋友才发现 他家里有两台连在一起的钢琴 有一百支雨伞 十二件呢 同色同款的天鹅绒外套 还有瓦拉东给他画的像 还有那首没有发表过的苦恼 《苦恼》这首曲子是他过世以后才被发现 1963年9月9号 在纽约的口袋西院 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百老汇的演员 都以特殊的装扮聚集 他们要欣赏的当代音乐怪阶 John Cage 就是做那个没有声音的4分33秒的John Cage 电子音乐的领头大师 他带领所有著名的音乐家 接力演奏苦恼 因为苦恼你要演奏二十几个钟头最少 所以要接力演奏 John Cage把萨提重新发掘出来 让世界重新关注萨提 从此以后 他的音乐就被更广泛的使用 在电影里面 在广告片里面 所以你有时候不知道这是萨提 可是他不断的出现 2017年元旦在台北 有840个音乐家 接力演奏苦恼 就大家接力 这个创下了最多人演奏 和30个小时的演奏记录 台北我们也有看见萨提 萨提是一个活水源头 新时代的音乐 艺术 文学 电影 各类大胆的创新 都可以追溯到他 追溯到他创造的音乐概念 从这个音乐概念 影响到其他领域 他已经飞过 每一个叛逆的灵魂 都能在他的翅膀 找到一片天空 好 故事讲完了 萨提的故事非常有趣 他的音乐 其实非常动人 我们现在来听听 他最有名的裸体歌舞 你只要听过这个旋律 你就知道 萨提 原来这是萨提 以后你在很多地方 就可以跟那些不知道人说 这是萨提 这个音乐家 有非常有趣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宝宝 你还是在某个身高 你的心里 就是在某个身高 你越来越来越多 你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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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来越越多 你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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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